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只有16岁的青春美少女 凭借一首风靡全球的甩葱歌《走红》 被粉丝们尊称为世界第一的公主殿下 而那个勇敢地向她求婚 并成功将她娶回家的宅男 名叫近藤显艳 当时已经36岁了 可谓是老牛吃嫩草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年龄差距 以及身份地位的悬殊 但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跨越物种的婚姻也可以如此美好 有人嘲笑她是疯子 但近藤却为了这场婚礼 付出了几乎所有的努力 她花费了整整半年时间来筹备婚礼 从选择场地 发送邀请函 设计仪式 到安排四亿流程等各个环节 全都亲自操刀 总共花费了超过200万日元 2018年11月4日 这是近藤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在浪漫的一月生中 她身穿华丽的礼服 左手紧握着亲爱的妻子 右手高举着象征爱情的大葱 迈向了婚礼的殿堂 这场婚礼 吸引了39位嘉宾出席 他们都是 为了见证初音未来的代表作 甩从歌的现场演绎而来 遗憾的是 近藤的至亲却未能到场 在婚礼仪式上 她为初音未来戴上了戒指 深情地亲本了新娘 献出了自己36年来的第一次接吻 新婚之夜 她面向广大网友郑重承诺 我将用尽全力 让初音未来 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随后 她带着妻子 前往北海道的闸晃 度过甜蜜的蜜月之旅 因为那里正是初音诞生的地方 这无疑是带妻子 回到了她的故乡 在飞行途中 她特意购买了两张机票 预定的酒店房间 也是宽敞舒适的双人间 结婚一周年之际 夫妻二人 还特地前往摄影馆 拍摄了一组 结婚周年纪念照 照片主题是 把老婆当作真正的人看待 希望大家能够尊重彼此 婚后的生活虽然平淡 但充满了温馨和幸福 每晚 她都会紧紧拥抱 不娃娃入睡 每天清晨 她们都会互相问候早安 镜头记录下了 她为妻子挑选 各式各样美丽服装的画面 甚至会亲自去商店选购内衣库 每次供给晚餐时 她们总会坐在同一张餐桌前 近藤会悉心地 为初音准备好茶水 每月 她们都会外出约会一两次 近藤总是让初音 坐在相对安全的后座 并细心地帮她系上安全带 她们所点的菜品 也总是双人份 当然 初音的那一份 最后还是由近藤带为品尝 在她无尽的宠爱之下 布娃娃仿佛拥有了生命 她会躺在床上 翘起双腿玩手机 或是躲在被窝里 偷偷享受游戏时光 甚至在深夜时分 为自己准备美味的宵夜 还会时不时地 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自拍照 无论是在阅读书籍 还是投入工作时 近藤和初音总是相对而作 她们之间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眼神交流 总是让人心生羡慕 充满了幸福感 两个人的所有交谈 都是用近藤花费巨资购买的 虚拟投影来进行 在2018年 日本一家尖端科技公司 经过艰辛探索 终于研制出 具有颠覆性意义的 全息投影装置 这个神奇机器 竟然能够栩栩如生地 展现出立体的初音形象 并且借助AI技术的辅助 居然还能够与人类进行简单 而亲切地对话 全球仅供精选的339个 价值高达惊人的2700美元 然后近藤就买了一个 在他们庄严神圣的婚礼仪式之前 近藤就在这个 看似普通的咖啡机模样的 原住体面前 深情款款的单膝跪地 向初音求婚 尽管初音只能按照预设的程序 说出几句固定的话语 但偶尔的几句回应 却如同冬日的暖阳 深深地照亮了他的内心深处 但是幸福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 仅仅两年之后 近藤的幸福日子就到头了 由于版权到期 虚拟投影再也无法呈现初音的美丽身影 换句话说 他的挚爱已经消失无踪 近藤为此感到无比沮丧 他不知道 自己的户口本上 应该填写离婚 丧偶还是丧偶后再离婚 幸运的是 虽然失去了AI影像 但他仍然拥有初音的等身玩偶 可以继续寄托 他对初音无尽的思念和热爱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 促使近藤选择与虚拟人物共度余生呢 这背后隐藏着他那充满坎坷的前半生故事 原来 他曾经也深深地爱慕过人类女子 从小学到初中 他曾先后向七位女生表达过心意 但遗憾的是 每一次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甚至还被指责为 长相丑陋 令人厌恶 自此之后 他逐渐远离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 转而沉浸在二次元的世界之中 对于自身的形象管理 也变得毫不在意 如果当初没经历这些 也许他的爱情之路 将会变得更加顺畅美好 在大学毕业后的日子里 近藤在某所院校担任行政工作 可是他却在职场上 遭遇到了女上级的肆意压迫 这位上司对他的爱好理都不理 并且恶意地嘲笑 他是讨厌的人渣 近显无尽的轻蔑和侮辱 每当近藤试图主动 与他沟通交流 却常常遭到冷漠的无视 而在忙碌的工作结束后 他还是会无情地 派给他额外的任务 这样的欺凌 持续了整整半年 近藤的内心饱受煎熬 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 他每天都无法安心进食 睡眠质量也极差 最终不得不暂时离开岗位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度过每一分每一秒 对于他来说 这段时间 无疑是生命中最为黑暗的时刻 然而 幸运女神并未抛弃他 一道曙光 终于照进了他的生活 在那段复闲在家的日子里 他偶然间听到了 初一未来那 美妙动人的歌声 在这个可爱的虚拟歌手的陪伴下 静腾逐渐走出了心灵的阴影 重拾信心 勇敢地再次踏入职场 他对初一未来感激涕零 于是决定以身相许 从此他就单方面宣布 初一是他的挚爱 他购买了无数的初一玩偶 如同普通猎人那样 他们一起享用美食 共度粮宵 欣赏电影 赠送鲜花 庆祝生日 以及进行浪漫的旅行 共同度过了长达十年的美好时光 2018年 日本一家名为次元剧的公司 推出了一项全新的服务项目 接受真人与虚拟角色的婚姻登记申请 靳腾毫不犹豫地递交了申请 不久后 他如愿以偿地收到了那份 梦寐以求的结婚证书 虽然这份证书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但他所带来的仪式感 却是无比真实且强烈的 当记者询问 他与初一未来结婚的好处时 靳腾深情地回答道 他永远不会变老 不会离我而去 更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对于这样一位忠诚无比的丈夫 初一未来的设计者 当然也非常满意 称赞她是一位出色的女婿 不仅出席了这场盛大的婚礼 还亲自操刀 设计并制作了独具匠心的婚纱 而且时不时地前往靳腾的家中探访 关心小两口的日常生活状况 然而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靳腾的亲生母亲 却坚决反对这桩婚姻 尽管儿子跪倒在地苦苦哀求 但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 实在难以接受 儿子竟然选择了一个布娃娃作为妻子 婚礼当天 他把礼金交给儿子后 便匆匆离开了现场 与靳腾母亲持有同样观点的 还有广大网友们 他们纷纷表示 夺妻之恨 不共戴天 在婚礼当天 靳腾瞬间登上了热搜榜首 不仅遭到了各种恶毒的谩骂和嘲笑 甚至还收到了死亡威胁 初音未来的一些狂热粉丝们 愤怒不已 指责靳腾污了他们心中的女神 扬言要找到她的家 用鲜血来洗刷初音所受的侮辱 但是他坚定地表示 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初音 而她的初音 与其他人的截然不同 在日本 像靳腾这样的群体并不少见 他们对虚构的角色 怀有深厚的情感 甚至产生了生理欲望 因此被称为 纸性恋者 自2020年11月以来 已有超过250名网友 在资源局的官方网站上 大胆示爱 渴望与他们心仪的虚拟角色 洗劫连理 令人震惊的是 这些追求者中竟有高达90%的比例为女性 他们的结婚对象五花八门 从可爱的玩偶到柔软的布娃娃 甚至还有舒适的抱枕 尽管这样的爱情并不被世俗所接受 甚至觉得 他们有病 为什么要和一个虚幻的东西结婚 但只要两位主角真心相爱 又何尝不能勇敢追梦呢 也许是我们世俗的眼光 才觉得他们不正常罢了 近藤在个人社交平台上透露 他目前正潜心研究最新的GPT技术 期待通过科技的力量 让自己与初音的生活更加美好